老铁朋友们,我已经到山药基地了 未来的这段时间我都会在山药基地 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买山药的 正宗的温线卤土地山药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直播间看一看 都是这样的,现挖现发的卤土地山药 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山药是怎么来挖的 先用大的挖掘机把山药的下面这里先清出一道豪来 清出一道比较深的空间来 这样山药整体都会裸露出来 裸露出来之后,然后一会上人工 现在是先清理周边的这些土全部都清理干净 清理过后山药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能看到了 这样都比较好挖了 人工再用小铁线一点点的把土再挖开 然后再把山药给它提出来 山药长得比较深 有的基本上就要长将近一米多的深度 在挖的这个地方需要两个人配合 一个人挖出来 然后一个人在上面需要人工的把土全部包掉 是上面的土 全部包掉之后 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就是现在目前大家看到这种啊 这是比较大的 这属于是大果 大果来用它扎钩比较深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 包括正宗的卢土地山药 这上面有这种红褐色的浅褐色的斑点 就这种是正宗的卢土地山药 表面的也不是特别光 弯弯扭扭的 这红褐色的卢土地山药 这就是这种啊 这个是它迷得的 这本身的卢土地山药 就是强大的